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次的锦囊妙记 那本次的锦囊妙记呢 主要是针对我们之前有位客户 他在使用我们家的 应该说Macbee的防毒软体EMS的版本的时候呢 他出现了一个事件 而这个事件上面他说 他侦测到了一个而已程式码 可是呢 他又在这一个所侦测出来的结果后面呢 却看到他是未处理的 所以他很好奇 便发没有来询问 那这个部分呢 并不是一般的存取扫描 而是在AMSI的一个设定 所以呢本次我们针对AMSI呢 来做一个说明跟讲解 让各位知道AMSI在设定上面来讲 预设上他其实是被关闭的 也就是说只侦测不做任何的动作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本次的锦囊妙记 OK好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画面上的这个 那个截图 这个就是客户呢 他所发生的这个问题 所以呢他今天侦测到一支二义程式码 那透过AMSI的技术呢 那侦测到发现 有一支所谓的二义程式码 可是呢这个二义程式码 应该说针对这一支二义程式码 我们所侦测出来的一个结果呢 那我们要做一个相关的动作 而这个动作呢 我们居然是做所谓的不处理的一个部分 所以客户呢发这个mail来来告诉我们说 询问那这个是属于设定上面的问题还是怎么样 那经过我们确认后发现 在预设上来讲 它是只有启用侦测 但是它并不做任何的动作处理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看要怎么样来去启用这样的一个部分 首先呢一样我们登录相关的一个 EPO的一个Web管理界面 输入您的账号里密码 那接下来呢 我们在左上角的功能表展开之后呢 我们点选所谓的原则目录的一个部分 那在原则目录里面呢 请选择 请选择 Endpoint Security Rate Prevention的一个部分 好在这边我特别要强调一下 AMSI的整个 因为AMSI是微软开发出来的一个interface的机制 那微软希望透过这个AMSI 可以让我可以跟其他Separty的这种 所谓的端点安全保护 能够更紧密的一个合作 来强化他们的端点安全机制 那目前在美币的产品上面 只有Endpoint Security才有支援这样的一个功能 也就是说如果你还是使用所谓的Wirescape 8.8的这个部分的话呢 目前它不support 另外在AMSI的一个机制上来讲 目前只有在Win10之后的作业系统才有支援 那也包含了那个Windows Server 2016的一个部分 OK好那回到我们画面上来的时候 我们看到我们选择了Endpoint Security的Threat Prevention 那当然在Threat Prevention里面呢 我们一定要去点选所谓的一个存取扫描 常驻扫描的一个部分 那在进到常驻扫描的一个画面呢 你可以看到我们有设定相当多的Policy的一个部分 而这么多的Policy当中呢 麻烦请点选你们目前正在使用的 OK好点选进来之后呢 我们就会看到画面中的一个设定 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在预设上来讲 它有启用AMSI 但是呢 但是在启用的过程当中 我们同时也启用了叫做观察模式 也就是说 我们今天透过AMSI的机制 去侦测到所谓的恶意程式 可是呢 在观察模式上来讲 我们不做任何的action 所以呢 在这个部分就如同我们客户所发生到了一个问题点 一样我侦测到 但是我不做任何处理 而这时候如果你要让你的AMSI的这个功能呢 能够除了侦测之外 还可以做出任何的action呢 麻烦请把启用模式的功能给取消掉 OK只要把那个打勾取消 取消之后呢 在右下角下方按储存 那这样就可以了 那是别忘了 虽然EPO的Client跟Server之间 他们会有固定的一个时间会进行同步 但是为了让你的policy 能够更快达到你的一个效果的一个部分呢 我们建议一定要让你的用户端 去进行所谓的唤醒 来让这些policy能够以最快的速度 将这些原则部署在用户端上面 以上就是我们本次针对AMSI的一个功能去进行说明 那如果今天呢 您对我们的简报内容或是影片内容 有任何的想法或建议呢 可以来跟我做一个联络 不管您是透过email的一个部分 或者是透过一个所谓的一个电话 我们都可以那个进行 好 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的一个锦囊庙记单元 谢谢各位观赏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观赏